很多人說台美關係不斷升溫 那到底實質的益處在哪裡 這可以舉的例子太多 除了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認同度大大提高以外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2020年的1月份 台灣取得了6架E2D的升格的軍售案 E2是很有名的鷹眼預警機 現役最強的是E2D 而且只銷售給邦交國重要的盟友 E2D可以偵測到殲-20 或者像蘇聯的隱形戰機 除了這以外還可以做區域的飛彈指導導引或者防禦 是美軍現在各航母群最依賴的預警機 日本是在去年開始取得 台灣在今年1月份把我們原來6架E2K 要升格成為E2D 那一架E2D的造價 相當於4架F35 你就知道E2D的價值 而台灣用升格的方式 以15億的價格 能夠讓6架原來的E2K 直接升等成為E2D 我想對台灣的空域空防 特別對中共的號稱隱形戰機的捕捉 都有相當大的注意 那簡單來說 台灣將形成一個巨大的航空母艦 擁有6架E2D給予防衛 這對印太地區的安全預警、指揮、導引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台美關係的升溫有沒有益處 光在這個點上就看到 台灣得到的是超過一般美國邦交國的信任 來取得這樣先進的武器系統 美國2020年民主黨的年度大會 剛結束、剛完 那當中是有通過了2020民主黨的政綱、黨綱 那很多媒體詮黨綱是把它上一次 把一中政策跟台灣關係法放在一起論述 這一次只有台灣關係法來講到台灣 裡面並沒有一中政策 那媒體的詮釋 有人認為是民主黨把一中政策刪掉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詮釋可能有一些落差 正確的講法是 民主黨2020的這個黨綱呢 把對台灣的處理、台灣的關係 跟一中政策脫鉤 一中政策還在 那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對台關係就是對台關係 只剩台灣關係法及其他的法律 那未來民主黨在處理台灣事務的時候 不再受限於中國的因素 這樣子的詮釋可能會比較接近他的處理方式 民主黨還是支持一中政策 但是一中政策跟對台政策不關 希望把它做脫鉤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走向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不管是川普或者共和黨或民主黨 或者歐盟的部分國家 開始用面對真實 也就是台灣真實的存在 一個民主自由進步的國家 來看待台灣2300萬人 這是我們努力了很久 委屈了很久 往正向走的突破 那我們樂見 那對美國來講 我們不壓寶 民主共和黨、美國政府 我們是同樣的方式來交往 來希望以台灣的最大的國家利益 來做努力 那也辛苦很多駐外的外交人員跟外僑 在台灣的外交上 是一個群策矩力或困境的過程 那民主黨這一次的黨綱的修正 我們還是要持續觀察 看看他們的做法跟實質的更多的論述 才能判斷得更精準